我們來關心這項消息 現在美國禁止國防部 去採購大陸企業的電池 不過他劃下這個大線的時間 竟然是在二零二七年的十月 才生效 要請教朱老師 這十月 二零二七年十月 距離現在還很久 對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疑點重重 怎麼說呢 好 我們先看路透的分析 他告訴你說 基本上我就是要逼你 這些美國企業 你不要只是看中國 你要去買其他公司 看起來很合理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請問為什麼只有美國 國防部去禁止 你不是應該像之前晶片 要就是全部都禁 所以這是第一個疑點 第二個疑點 為什麼時間拖這麼久 對 之前要進晶片 我是即刻生效 你一拖拖三年 三年多 要到零二七年十月 請問你這裡面 葫蘆裡賣了什麼藥 這讓人家覺得非常有疑問 那再從一個方向來講 你說你要去進電池 可是問題是 現在全世界前十大電池裡面 只有三家不是中國的公司 其中兩家韓國 一家日本 中國電池的試占率全世界占七成 那也就算了 你如果今天正在用日本 韓國 OK 可是日本 韓國的電池 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的效能其實沒有中國的這兩家公司 寧德時代跟比亞迪 人家的電池做得是非常非常好 我們就不要有任何偏見 純粹就真 就市場來說 人家做的電池 做得最好是寧德時代跟比亞迪 做得最好的是他們兩家 那再來更不要說比價格 韓國 日本電池貴得要死 對 人家不用 所以如果你今天國防部真的這樣子 我跟你講國防部以後會買不到車 請問你有哪家 美國的車廠或其他車廠 要為了你國防部 除非你願意出高價 對 所以你不覺得這整個問題看起來 非常非常奇怪嗎 為什麼還要做這個動作 對 所以我覺得結論就是 宣誓效果大於實質效果 所以我把時間拉著我場 大家不要忘了 今年美國要選總統 誰會當選 未來市場有什麼變化 我都知道 變數快很多 所以我